我只能说有个什么都列懂 不敢说什么都懂 所以说自己都懂其实很难的 比如说你们经常问到一些书 我没看过 那我就老老是承认 这本书我没看过 没读过 没听过 就是这样 没读过没看过 就是没读过 不要 很多同学经常不懂 装懂然后被打脸 很多的学问它都是通的 你可以推开文学大门 一下子就不小心走进历史的茅坑 知道吧 从茅坑掉下去之后 再推开门 就走进了折斜的地下室 这些都是通的